和平区博外国小的围墙外 有一条坑沟 汇集了当地的区域排水 不过这条坑沟并没有整治 美玉大水水流四处串流流入学校 造成操场跑道及篮球场等设施 长期积水实生备受困扰 在地方的反应之下 市府水利局在这里 石座了长120公尺 宽级深约1米多的排沟 将水流引到大甲溪 解决学校长期的淹水问题 市府水利局人员 以及博外国小校长 来到学校旁的水沟视察 这新设的排水沟 原先是一条坑沟 汇集了附近一带的区域排水 不过由于并没有进行整治 使得美玉大雨水流四处窜流 流入学校造成困扰 就以我们的操场来说的话 有四分之一都是没有干过 就是几乎都可以成为 我们学校的一个 湿地地形的一个教室 就对了 然后那个小朋友那个地方 我们也都不让他们进去 甚至我们连那个学校校工 要去做一个草皮的一个整理 或砍草也都无法 所以是这个地方 我们有至少说 有四分之一的操场的面积 是没有办法去使用 校方表示 之前美玉大雨 坑沟串流的大水 都会让校内的操场 以及篮球场几乎都泡在水里 积水都得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退去 造成学生们上课运动都相当不便 幸好市府水利局接获反应 在这里是坐了长120公尺 宽级深约一米多的排沟 将水引流到大甲溪 解决学校长期的淹水困扰 在今年105年就开始规划设计 然后7月就进场施工 然后大概在9月中旬左右就完成 那完成了这一个坑沟的一个 治理的一个改善 它大概的一个尺寸范围就是 宽度大概是一米半 然后深度是一米二 长度总共是120公尺 然后改善了它学校的淹水 虽然是做排水沟经费才100万元 拨效果非常显著 让操场和篮球场得以重建干净面貌 也让市府的用心获得地方肯定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